十一点半 宾客基本已悉数到场 李翘单手入带 站在婚宴厅的门口 望着走廊电梯的方向 不到三秒 电梯门开 我聊晚了 没有 还没开始 走吧 他说着 就非常自然地牵起了李翘的手 而刘云和洛宇 则将手里的东西 都放在签道台上 一样一样念给记账先生 什么井湾别墅 什么奔驰商务车 什么观音送子欲雕 记账先生反正是懵了 你们到底是来参加婚礼 还是来炫富的 这场婚礼 在十一点五十八分正式开始 婚礼持续了三个小时 下午一点半 这场瞩目的婚礼正式结束 段书员陪着亲家母梁婉华 坐在主桌前画家场 李家三兄弟坐在一块抽着烟 管家和现场司仪 护送宾客有序离开 外公段锦铭拉着宗月的手 一番嘱咐后 又塞给他一个大红包 谢谢外公 这孩子 自家人客气什么呀 以后如果李军那臭小子 欺负你的话 你就告诉外公 我给你做主 宗月连连点头 热泪盈眶 因为看着段锦铭 他就想起了自己的爷爷 可是南洋的婚礼 他并没有来 甚至整个宗家 就只有三叔和母亲送他出嫁 后来 宗月一个人 站在美轮美奂的大厅里 望着属于他的香槟色城堡 泪如雨下 怎么哭了 李军抽完烟 寻着人影来到宗月的跟前 台谋就看到他满脸泪水 无声气泪 李军心头一动 走上前 动作生疏地将他拥入怀中 拍了拍 不多时 李孝送走了外公和江院士等人 再次折回到婚宴厅 在走廊外 遇见了苏默石 我昨晚听瑞德说 你跟他们约定以后 会去医学联盟 做学术交流 对 加入医学联盟这么久 也该抽空过去看看了 我在医学联盟等你 他目送苏老四走进电梯 随着自动门缓缓关闭 两人相视而笑 不远处 贺琛和商裕并肩走来 弟妹 别看了 你男人在这儿呢 李孝挑眉瞥他一眼 懒得搭理 耳后视线 就落在了商裕的身上 你们要回去了 一会儿要回离家 嗯 可能要商量一下 周末去地经的事 商裕深深看着他 博唇抿了抿 叮嘱他回去好好休息 转眼就和贺琛并肩离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